CFA指揮室 來到2021年度的CFA Control Room 直播室裏面有朱子超之外 104投資總部CFA指揮室 沒了這位朋友 就是CFA Society的董事何敏 Alvin Alvin 你好 你好 駐超 你好 Alvin一連一會 一連一會 我記得對上兩次的主題 都是你考盡心思想出來 對上一次兩年前就是十年的跌 去年就是講創業 請問Alvin你今年打算講些什麼呢 今年我們其實不是個人創作的 我們都是團隊創作 我們都想過 大家覺得現在有一個潮流 很方興未來 就是領類投資 所以我們這個series 我們都希望集中去講 領類投資的方方面面 所以在未來包括今天的十集 我們就會請到很不同的環節裏面的專家 幫我們去逐格分析 Alvin 譬如說回社會 即是FA curriculum 都會有另類投資 一定有 但比對你考試的年代 和現在的年代的另類投資 似乎多了真的很多東西 你真的考起我了 如果我們現在去考 我想要考多幾轉才行 多了很多 另類投資是一個很重點 另外也多了很多coin的東西 coin不一定是另類投資 但總體而言多了很多以前沒有的東西 不一定是 為他們打頭鎮 是講哪類的另類投資 這間公司是很有名的 Globally 全世界都有他們的據點 就是Mersa 我們行業中 習慣了叫Mersa 今天我知道了 原來叫美世 這個中文名 今天我們有幸請到 美世Mersa的財富及投資業務 亞洲區董事總經理李智恩 我們習慣了叫她Janet 一會兒我們也是這樣叫你 Janet Janet 你好 Janet 你好 Alvin 你好 朱志超 你好 Janet 你好 Janet其實是很資深的 在這個行業裡面 都有很多年的經驗 這次為了我們這個節目 她都隆重其事 跟我們之前都開過一些會 也都準備了很多數字給我們 所以也是很適合 因為她的公司 或者Mersa 你可以說一下你的公司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公司 好啊好啊 簡單講講 Mersa本身就是一間顧問公司 有做人力資源 有做投資相關 還有一些健康保險方面的顧問 我就代表我們的投資理財方面 主要的客戶就是一些大型的資產 大型的機構性投資者 還有一些資產擁有人 我們叫asset owner 他們都很多錢的 希望可以做更加多的投資 有更加多的回報 Janet就用我們行內的 比較正規的語言來講 其實她的意思是 就是很多是大型的機構投資者 一些專業顧問 專職就是幫這些 我想是在說billions 美金的一些機構投資者 是建議他們 可能有更加多 一會兒他都會講 會不會是 現在好像有個潮流 叫做other CIO 叫做OCIO 幫人做那樣東西 所以一會兒可以再講下去 所以他們公司其實是 很頂層的一個asset owner 就是拿錢的人 都要找他們求救的一個公司 我問Janet 如果你們都操作很多不同層次的客戶資產 其實對於追趕回報 看法會怎樣 我們聽眾群很簡單 可能買隻股票 拿下股息 或者資本增值 但是你們的操作 相信應該複雜很多 你們的客戶 或者你們幫他做管理的時候 追求的是什麼目標 其實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些billion 大型基金 十億元以上 有可能複雜 其實有可能反而簡單一點 因為我們通常 advise這些機構性投資者的時候 都有一套方法論 都是跟回 跟CFA的考試 裡面所講的一些principle 都很相關的 先從governance開始 然後就到 整個大佈局的資產配置 再細分下來 再看看選哪些好的資產管理公司 還有他們本身的structure 細分下來 究竟增值股 價值股等等 到最後就到持續的監管 所以其實追求回報是重要的 但是同一時間他們可能看風險 都會看得比一般市民會多些 況且他們很多時候會有一個既定的目標 譬如說他們要在基金管理的時候 就要為他們的beneficiary 即他們的受益人 一定要派到他們應手的錢 或者是他們本身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持續產生幾多回報 所以這些本身就是 變成都是考慮下去 看看怎樣可以將他們 在這些條件之下 加大化他們的回報 裡面有很多專業的術語 剛才Jana已經說了 我們想知道在另類投資裡面 其實另類投資很廣泛 你們是怎樣分 其實有多少個小環節 其實Alvin這次團隊設計的問題很好 另類投資是真的近年很熱門的話題 我們看回另類投資來說 我們大致上就會分 包括私募股權 就是private equity 有私募債 private credit 房地產 real estate 和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大致上分幾類 整體上因為這些投資的 入場門檻會比較高一點 都會有鎖定的年期 不是即時可以拿錢 一般可能都要放在這裡 五年或以上 甚至八年十年 所以可能在普羅大眾來說 未必真的這麼多人會有投資 但是反之就是我們建議的這些大型的主權基金 養老金 因為他們的規模大 又不用即時用錢 很多時候會比較受歡迎 當然他受歡迎 也跟他的回報是有關係的 我們看回譬如在疫情的時候 另類投資都還錄得比較可觀的回報 還有我們看到他相關的投資市場都頗有效率 在私募投資上面 短期只可以作參考 因為他整個年期就很長 都是八年十年 是的 這個都是基本 但是看到全球那些 Venture Capital的基金 一年的IRR 差不多都有百分之三十二 而Buyout Funds都有差不多25%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再把這個短期回報 放進去長線投資 看到是更加高企的 這個剛才提到的數目 其實簡單來說 差不多是每年平均化 在一個基金裡面 如果有十年的歷史 每年其實很厲害 我聽到Janet說 跟Alvin 其實你自己從事一個PACO業務 其實你會不會有合作 他們管理的範圍 他們公司會是我們的LPE的顧問 所以他們是我們的買飯班主之一 你們倆都是有點關聯 在那個industry裡面是可以這樣分 我們都要找一些大型的基金 即機構性投資者 要坐得十年或以上 好像Janet這樣說 八年十年其實是很基本的 Alvin這兩年對於你來說 挑戰難度會不會多了 找一些好東西給Janet 會的 因為這兩年旅行是少了 而且中國尤其是 自從好幾年開始 這個問題存在了 因為國際關係等等 但直至近這幾個月 監管的問題又爆發了 所以還是有些挑戰 不如這樣吧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談 好了 回來直播室 直播室是我們今天的CFA指揮室 我們一年一度 每年的秋天 愛在深秋 直播室有我 Alvin 就是CFA Hong Kong Society的代表 何敏 當然也有我們的朱智智 Alvin的助手 朱智智 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的主角 就是Mercer 美世 她的財富及投資業務 亞洲區董事總經理 Alvin的助手的助手 Janet 剛才上一節我們都講了一個大的框架 在另類投資 我們抓到六 就一定不要脫葛了 繼續給Janet發揮一下 我想了解一下 在另類投資裡面 我們剛才有講了幾類 你覺得現在我們的潮流的trend是怎樣 剛才上一節講到 很多機構性投資者都有買 但可能零售客戶就少些 總而言之 都是一個大趨勢 我們看一些市場的文件調查 見到2021年下半年 很多投資者都注視 想增加另類投資 還要加嗎 繼續加 還要加PE就佔43% 另外VC Venture Capital就佔43% Infrastructure就51% 高位 然後私募債都有39% 其實這個trend 我們都見到 都不是一時三刻的 Alvin 因為美細 Mersa都有幫很多客人 去選擇他們的基金經理 或者是GP 我們看看 就算2020年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全球都幫客戶做了超過700多個基金經理的選擇 涉及資產超過美元430多億 而這400多億裡面有15% 就是另類投資 總數超過美元65億 而我們看回 就算2021年 我們還是過了8個月左右 其實都已經做到跟去年差不多相應的規模 絕對沒有因為疫情或者其他的考慮 或者地緣政治有減慢 當中來說 數量 看回數量 最多就是私募股權 PE 但是以資產值來說 最多就是基礎建設投資infrastructure 其實意思就是 我翻譯一下 很多機構性投資者 依然是加注在PE 就是私募股權這個領域 不過就是用金額或者銀碼來計算 是不是一個stock的概念 就是現成來說 最多都是在基建投資裡面 是的 數目暫時就看到 已經跑出了 基礎建設 但是私募來說 可能有一些 每一單數額小一點 但是數量來說就多些 就是多些人做 全球是這樣 亞洲是怎樣的情況 大概 亞洲其實我們都見到 都是相類似的 因為我們看回去年到今年來說 就算有疫情 區內的很多主權基金 其實都還是馬不停提的 都是在看這些投資 亦都是因為 其實PE都很好 只不過因為他們很好 之前已經人們開始投 所以便投到差不多了 看看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又有其他的資產跑出 但是總括而言 如果以大方向來說 最受歡迎的就是PE 最近就看到基礎建設跑出 在客人層面 剛才Janet你提到 比例越來越多 都是想找一些另類投資 他們的心態其實是怎樣 他們考慮去投資 這些另類投資資產的時候 有什麼要關注 一般來說 都是看回報 上次也有說到 這些大的投資者 會看其他的風險 或者他們本來是投資的目標 但是其實當然都是以分散投資 和回報為主 譬如我們美勢 Mercer本身都有一些資產假設 就是前瞻性的 不是看過去數據 而是看將來 預計資產大約有多少回報 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在說 未來八年十年 剛才上一節都說過 他們擺了錢都擺很久 他對我們也很有啟示的作用 是的 當然最難度就是 始終大家都沒有水晶球 所以這個都要用了最精湛的方法 大家去預測 當然希望是準確 那水晶球現在是怎樣 大概 水晶球的意思就是 那些另類投資的策略 在未來的中長線來說 回報都是比傳統的資產類別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 全球股票 美股 公開市場 公開市場 都是比較吸引的 而我們看投資上面 通常都會看風險 風險高些 預期回報高些 預期回報低些 他無論把兩樣東西拍在一起 其實都是很吸引 簡單來說 風險高些 sorry 回報高些 但風險又低些 平衡風險和回報都很難 這幾年的市場的變化都很大 其實客戶的取向 現在找你們幫忙的時候 是想避險多 還是追逐回報多些 這個真是好的問題 其實兩樣都有 看回他本身基金的性質 和他的成熟度有多高 有些新的基金 當然是追求回報多 但有些比較成熟的基金 尤其是可能有些養老金 有全球老齡化 這個 topic 都很大 大家都不會質疑 就是他可能有些錢要付出去 所以他可能就變了 可能避險要多些 因為要應付將來要付的錢 你們跟這麼多大型的基金 的交往 或者幫他們 你覺得他們在 Manager Selections 這幾年和之前的10年 有什麼不同 最大的分別就是因為疫情 大家就飛不到 大家在鏡頭上 往年這些投資者 如果他要選擇 經驗經理之前 都很希望可以親身去一去 做一些盡職調查 做一些盡職調查 飛過去看一看 現在會不會找你們幫忙做這些 現在都會比以前多了 因為剛才說到沒有飛的原因 至少我們在全球都有據點 可以派當地同事去看一看 這個是其中一個 因為疫情最大的差別 另一個也是主流 看多了ESG 每個人都會問他們的經驗經理 你究竟有沒有ESG 你怎樣應對 這個都是大方向 在具體選擇裡面 會不會他們的checkbox 是多了很多東西 除了ESG之外 或者更多是怎樣去選擇 基金經理 都會的 那個問卷 checklist 就越來越長 本身已經長 看看他的業務 他的人員 還有他的投資流程等等 之外 又再看了ESG 之外 又看了他們疫情的應對 所以都越來越長 那個調查 所以就不是簡單 所以GP是很難經營 現在真的 時間我們再做個總結 未來加上灣區的因素 將來你怎樣看回發展機會 這個真是很近年熱門的話題 都見到有很多發展和合作的機會 尤其是人才方面 在金融相關 大家都當然看著WMC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是否可以帶來更多更好的產品選擇 投資人才 還有一些產品的創新 產品我想是越來越豐富 好像這個星期 我們都見到A股的Futures 我想下一步應該會更加多產品 我想應該有機會再和Janet 深入探討一下有什麼產品可以推出 謝謝Janet來到我們消費治療室 多謝Alvin 多謝朱子超 多謝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